这机车停在路边车壳整片溶解 留下一整条扭曲的痕迹 车头和车身还有好几处软化凹陷 让车主回来牵车时看到整个傻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车主怎么也没想到才刚买一个月的机车 好端端停在路边会变成这副模样 仔细看车壳上的烤漆就像是被大火烧过一样 整个溶解变形 连车子后方的塑胶壳也出现类似的情形 但就算大太阳气温三几度高温 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夸张的情形 就是我停在那一边的时候 我旁边也是挺黑色的车子 人家都没事啊 就只有我的车子就是溶掉 而且就是很夸张的这样子 看到爱车变成这副模样 曾小姐气得向车商抱怨要求更换 而车商虽然自认车壳品质没问题 但为了避免顾客观感不佳 还是免费的更换新的零件 车商表示至少要70度以上的高温 才有可能出现车壳溶解的状况 而实际看看大太阳下 路边人行道温度可以到45度 给小朋友玩的刘滑梯铁制踏板 温度更高到60度 而像这样的黑色机车车壳 本身吸热效果就比较强 难不成真的因为太阳照射高温 热到让车壳溶解 也引发民众 议论纷纷 记者和孟谦新主播到